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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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是提督军务总兵官 从一品 提督是地方的最高的军事长官 各省陆营的最高军事长官 提督总官一个省 或者两个省的军事事务 大清的提督分陆路提督和水陆提督 提督和总督巡抚一样 都是中央直接任命 提督虽然是从一品 品级比巡抚高 但是却要受巡抚节制 这大约是宋以后的传统 文官统领武官 总督巡抚和提督 虽然看似守护地方军政大权 但是要大规模调动部队 还得要得到皇帝和军机处的首肯才行 如果遇到比较大的叛乱 需要跨省调兵时 则必须经过皇帝的从中运作 不过遇到像太平天国这种大叛乱时 地方都府向皇帝上奏着请求平叛 皇帝的玉批环没下来 太平云已经攻城下战了势如卷席 但是 即使在局势微如雷朵 在江南大营 向荣想吊江北大营的骑兵时 咸丰皇帝给向荣的玉批说 你想动江北大营的骑兵 不如把你的头送来 都统 清朝的都统是满洲八旗一旗的最高军事长官 满羽顾山额针 从仪品 都统掌管该旗的户籍 田宅 教养 嬴制 兵械 以及选官续爵 操演训练等军政事务 总兵 总兵官职设立于明朝 清朝时全国设立83名总兵官 其中水陆总兵13名 陆陆总兵70名 每名总兵统兵1万左右 类似于一个军区司令 总兵下面还有副总兵 参将 游击将军 游击等官员 总兵受总督 巡抚 督督管辖 最初设立巡抚这个职位 朝廷也是为了约束总兵 获着都督的权力 后来成了常设机构 文 薛白袍 欢迎点赞 欢迎讨论 谢谢关注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orüb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